疫情升溫 立法院也是人多聚集的地方 到底要怎么防疫呢 预计八个委员会的隔板将会在19号之前装设完毕 一场隔板在21号以前也会完成设置 而且请行政部门要降低与会的人数 但是一旦封城可能会采视讯会议 伯救立委认为视讯恐怕效果很有限 疫情升温 立法院院会召开不误 但隔板却还没设置 尽管人数不多 也保持安全距离 立委还是呼吁先改采视讯会议 那也是取决于说现在立委的每个这个装置 每个办公室的装置还没有完备 我们都在呼吁大家远距教学 远距在家上班 可是我们自己立法院却没有办法超前 或者是即时部署 让我们可以远距来参与会议跟参与表决 你要先安装好深入境遇才可以 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先安装视讯系统 会这么呼吁因为立委周春敏 几乎每天都得从高雄搭高铁北上 不免增加风险 但目前立法院仍有七十多位立委尚未安装 不过根据朝野协商 一旦封城且要维持立院的运作 才会改采 持续会议 譬如说我们在立法院也采行了好几次 所谓的视讯考察 那但是效果成效各方面 其实是有限的 因疫情的发展 我倒是觉得 延会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是视讯开会的话 那行政官员在什么地方 来接受相关的巡打 因为如果只是委员会自己开会 那应该相对比较单纯 那如果涉及到部会之间 来立法院的巡打的话 那这个门槛又更高了 希望能够照原来的方式 维持尽量的运作 毕竟立法院开会有其特殊性 也得省预算进行巡打 该研会或改采视讯会议 签议法动全身 现阶段恐怕只能先尽量做好防疫措施 华市新闻学院陈一伟台报道